上周五重阳放假一天。当天日经平均指数跌291.72%或1.71%。收16814点。道指跌366.94%或2.64%。收13522点。周一恒生指数点开。有人预测恒指大跌1000点,即下跌3.4%。 是爷非爷。恒指见30,000点以极之偏高。趁势调整也好正常。减股不炒市。过去四年企业顺利增长。是支持股价上升因素。也是令股市反复上升底因。 美国企业今年第三季业绩。标普500已有22%公布。顺利平均下跌14.8%。市场也好公道。公布业绩好公司股价继续上升。 公布业绩未如理想公司股价财回落。根据Thompson Financial估计。标普500全部公司公布业绩后。 顺利是负增长。此乃美国2002年10月股市回升以来首次,事前分析界估计第三季美国企业顺利可上升7.1%。 现在已修正为第三季纯利下跌3.7%。根据Thompson Financial及路透社资料。分析员相信第四季美国企业纯利可上升10%。 明年首季仍保持上升10%但第三季纯利预测已落空。 第四季优点,现在美国企业获利能力较过去10年平均数高出60%即加美国企业边际利润是二乎尋常地高。 理论上未来美国企业获利能力回落机会大于进一步上升。 过去由经济环球化,科技进步及美元回落带来纯利高速增长期,会否因2007年第三季出现次案危机移告一段落。 未来美国企业会否再次面对工资上升而影响边际利润率,过去10年工资升幅极之有限。 面对高欧,恒生指数平均欧早已22倍或以上。 传统做法是适量地减持,大户做法是长短棍,即优质股掌,long。 同时利用抛空低质股,short,做保障,同一时间做好仓及淡仓。 理由是升市中优质股升得多,低质股升得少,跌市时优质股跌得少,低质股跌得多。 利用长短棍,便不用担心股市大波动。 但一般散户由于资金少,很难做长短棍,除衍生工具流行。 另一方法是股市大升后,例如8月17日恒指19386点上升至10月18日3025点,便将大部分股份抛售。 再用其中10%资金买衍生工具。 利用衍生工具杠杆效应,例如1比10,如大市进一步上升。 衍生工具升幅完全可抵消卖出股份升幅,反之如出现跌市,衍生工具下跌,但只是将股票赚得部分利润输掉,因大部分股份早已获利回套。 人虽然没有预测能力,但可以有应变策略。 上述三种策略因应各人处境不同而采用。 一般散户当看好知识,往往全身投入甚至借妈展,看淡知识,便希望100%是现金。 各位看看不非得,他永远保持一定现金在手。 不会100%投资,也不会100%是现金。 所谓三七分,看好时有30%现金在手。 看淡时也有30%是股票。 就是明白人是没有预测能力,仍保持30%投资,便不会高价去追货,反之,100%投资或100%现金。 结果是决策上犯100%错,手上有现金。 随时可以利用调整市去增加持股量,而不会加入赠价抛售行列。 Market Players经常考虑是万一所持股份回落怎么算,股息是另一重要考虑点。 例如控005有4.3厘股息。 一旦遇上跌市,抗跌能力变特别强。 散户心态是越赚越深红。 职业投资者才名白花毛白日红。 过去九星期内恒生指数上54%,应适当地减持。 因为白痴仔也可以短期股市赚大钱。 因为他不知危险。 只有聪明人才知道适当时刻留有一手,1997年7月前不少白痴仔留市赚大钱。 但到2003年却要去烧炭自杀。 只有聪明人知道太短时间内赚太多钱是不正常。 牛市中赚得比别人多未必是聪明。 只有红市中能保存实力才证明有智慧。 年轻人应学晓用衍生工具。 亦要学晓牛可赚钱。 同可赚钱。 只有朱被人宰割。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后。 港股渐渐一分为二。 不少香港行业早1994年开始回落。 更多行业自1997年7月回归后不振。 另一方面,内地国企尤其是资源股及内地零售股等。 渐渐成为近十年内本港股市生力军。 今年8月内地宣布批准个人资金投资香港后。 更进一步将港股市场一分为二。 上周五美股大幅回落。 周一港股会怎样反应,过去五年国企股可用表现一流去形容。 未来五年又怎样看内地经济,现任领导曾以掌权五年。 这批领导曾不但经历文化大革命洗礼。 亦看着1989年64事件后国家官员贪污腐败情况一再恶化。 明白长此下去最终必引发社会不安。 2002-06年一年串农村经济改革。 以及2007年为农村子女提供九年免费教育。 并将医疗福利制度扩大到农村。 上述做法以令内地犯罪率近年不再上升,保持2002年水平。 每百万人口中只有35人犯罪,每矿工人死亡率亦有2000年每100万吨煤有17人死亡。 降至2006年3.8人死亡。 贪污情况2002-06年间亦有改善,但找不到数字去说明。 有人说17大之后小湖时代才正式开始。 由大舅刚出面全力支持小湖,以及李鹏任职人大后, 打不少官员加入人大。 大大巩固人大对政府监察能力,不再是橡皮图章。 有人弃然中国进入三权分立时代。 三大势力互相制衡,即人大。 共产党及政府之间互相制衡。 如从这点看。 中国未来五年是乐观。 十月通常都是变幻多端。 加上十月十九日是股灾二十周年。 香港股神亦只说看三万点。 当你面对恒指三万点。 一些安全措施都不做。 谁可以帮你,不非得教训, 投资第一条是不好蝕本, 第二条是不好忘记第一条。 美国三大银行组成SIV,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, 去应付次案危机。 过去用物业做底下商业票据总市值1.2万亿美元。 七月至今大跌后, 市值变成8880亿美元, 即已失去3120亿美元市值。 大银行计划利用1000亿美元SIV 去阻止次案危机恶化, 除防地产商业票据外。 另有汽车商业票据, 信用卡商业票据, 企业商业票据, 最后能否成功, 隔蛇已作出批评。 商业票据大部分270天内到期。 加起来总市值是计划中SIV10到15倍。 即是用4%资本去顶住100%次案。 当然,大部分次案都不会变成坏账, 但最后坏孩子有多少? 1990年孖展负债是320亿美元。 2000年科网股高峰期是2780亿美元。 相等于股市总值2.9%。 2002年低潮回落至1340亿美元。 今年7月上升至3810亿美元。 相等于股市总值2.4%。 较一年前上升43%。 8月份减少500多亿美元。 是否另一次孖展借贷减少期开始, 上周五美股下跌。 二年期美国国库券支息率跌至3.78厘。 是2005年9月以来最低。 芝加哥利率期货市场反映10月31日 美国联储局减息4分1厘机会高达92%。 上次减息半厘是9月18日。 联邦基金利率降至4.75厘。 利差交易吸引力下降。 令美元兑日元由10月12日117.2日元跌至上周五114.51日元。 金融市场估计。 未来9个月日元仍将向上, 今年第四季至明年上半年日本银行可能需要加息两次。 上述分析令上周五日经平均指数跌1.7%。 日元强势影响日本产品出口。 但同时可令日本石油入口便宜一些。 现任日本银行行长明年3月退休。 估计他退休前会宣布加息四分一来。 以免被人指责他利用低息去压低日元价。 新任行长上任后亦需加息四分一来去建立个人威望。 即未来9个月日元价看将。 今年9月指美国民主党已集资1070万美元。 共和党只有875万美元。 即至今为止民主党有更多资金去应付明年总统大选。 意味明年民主党胜出机会甚大。 以两党集资能力预测明年谁胜出。 准确性往往超过民意调查。 如明年希拉利胜出。 分析界认为不利美股前景。 10月25日在内地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再上调0.5%, 上一次上调是9月25日。 即中国内地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达13%。 是解放后最高水平。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, 9月份中国出口增长率及贸易顺差增幅有所放换。 1月至9月累计贸易顺差为1856.6亿美元。 比前8个月贸易顺差增幅减12.1个百分点。 银行宣布9月指国家外储备金额为14330亿美元。 上升45.11%。 9月份外储备增加250亿元。 同比多增91亿元。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提议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工具力度。 G7会议后,七大工业国一致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速度, 在人民币升值格力在升温中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